初为人妇,又在妻子的膝盖上循着不见许久的温柔,范贤这一觉睡得极为安稳,直到日上三甘才醒来,醒来得刹那,唇角竟还带着惬意的微笑。 睁开双眼,发现婉儿已经不在身边,估摸着应该是去看女儿了,她不禁摸了摸脑袋,笑了笑,心想如今自己也是做爹的人,做起事情,思考问题,总要更妥贴稳当才好,这般想着。 道将连日里京都的死亡纷争抛到了脑后,阴郁已久的心情,难得地开朗了几分。 只是天光大亮,催促着她回到险恶的人世间,范贤叹了口气,在丫鬟的服饰下随意洗漱一番,穿上官服便进了花厅,也不肯正经吃饭,端着一碗燕窝粥便进了东厢房,看着自己游。 在沉睡中的女儿,一面吃一面和婉儿思思说了几句笑话,再去给父亲柳氏请安后,便出府往皇宫而去。 京都的街道还是一片肃杀气氛,只是陛下无恙归京,京都百姓们的心绪安定许多,街上的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范贤隔着马窗看着这幕,心里危感安稳。 行过宫门,走过长廊,来到御书房,不出意料,看见了勤勉的皇帝陛下正踢着一件单衣在看奏章,范贤微微一正,行里后站了起来,默不作声地候在一旁,用余光偷看着皇帝老子的表情。 一看之下,却是吃了一惊,因为他发现皇帝陛下的唇角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笑容。 自然透露出一份快慰之意,全不似昨日天界父子相残后的寂寞模样。 范贤心中有些糊涂,暗想字。 即是刚生了个宝贝女儿,才有些高兴,皇帝老子的高兴又是从何而来? 一念即此,对于昨夜奉赵入宫的陈院长,范贤更敢佩服,大概也只有那位老婆子才能把陛下哄得如此开心,竟似是忘了接连发生的惨剧。 皇帝将奏章放下,抬起头来,看着范贤温和说道,今儿又没朝会,怎么这么早便进宫来了? 京都出定,六部官员官的官逃递逃,伤得伤死递死,义英还处于军力管制之中。 以进军为主,京都府为铺,维持着京都的大智秩序,自然还没有办法按就例召开大朝会。 但范贤心,李有些奇怪,暗想如今局势这般紧张,宫里不知有多少事情要处理。 即便皇帝老子想马上包了自己的监国执司,但身为进臣,总要入宫分忧才是,难道自己还敢在府上官门过小日子? 他小意应道,叛军将服,只是各处还有些不稳妥,臣仔细想着,只怕陛下会有交代,便急着入宫来了。 皇帝笑了笑,说道,刚生了个丫头,也不说多在府里待会儿,难不成还真是个忙碌命。 范贤笑了起来,知道必然是陈平平昨夜与陛下说地,说道,下了职,再回府多报报便是,你又不是门下中书的大臣,朕何时给你排过职? 皇帝瞪了他一眼,说道,生了孩子还这般漫不经心,哪里有做父亲的样子? 范贤一愣,这才听明白皇帝陛下的意思,看来是准备让自己回家报买孩子去。 这本是他心中所判,但听着皇帝的那句严厉批驳,心中却是有些郁郁,暗肥道,论起当爹这种事情。 自己虽是头一遭,但想必定比皇帝强地多,也不看看成前和老二什么下场。 想到那兄弟二人,旋即想到成前此时在东宫里等着死亡,自己却刚刚生了个女儿,脸上帝表情便开始怪异起来,嘴唇微动,不知如何因皇帝的那句话。 不知道皇帝是不是从他帝神情中看出些什么蹊跷,脸色也微微变了下,却没有交代关于谋判一世帝后续处理。 淡淡说道,接宫里不用你候着,你先回去,第一日当爹,总得用。 邪心,略顿了顿,皇帝忽然侧着头,想是在思考什么。 片刻后缓声说道,明日让陈丫头抱孩子进宫来,给朕瞧瞧。 范贤赶紧谢恩,也瞧出这位心情又变得差了起来,得了旨意,赶紧退出了御书房。 一出御书房,便被姚太监拦着了,大概也是得了范府有洗地消息。 连声恭敬的贺喜,范贤本没时。 监与这公共多聊,递了个红包过去,却忽然想到一春室,便压低声音,问了问宫中那些被抓地太监宫女,还有内庭的高手侍卫们,究竟该如何处理。 虽说真正的秋后算账,应当是局势大定后的事情,但是宫中帝处置向来要比宫外快很多,即便还没有动手。 皇帝陛下也该拟了章程,范贤心里有些担心,趁着这机会,便询问陛下。 身边的亲近太监,心中担心,他的脸上却没有表现出一丝焦虑,尽可能问得云淡风轻,只装作是监国权臣,应有的关心。 姚太监知道这位年轻大人帝身份,更知道对方今后的权势,自然不会多心。 简重要的己春处置说了。 范贤本来还想问问东宫的情况,但仔细一想, 却闭了嘴。 与姚太监告别之后,他有些发症,一时间竟回不过神来。 令他震惊的是,皇帝陛下对于这些太监宫女侍卫的发落镜是如此宽人, 全不似自己猜想的模样,莫说红竹这个表面上什么。 事都没做的太监头子,便是寒光殿里的嬷嬷,东宫里新近的太监, 广兴宫里的宫女,也基本上没有杀几个,大部分人都保住了性命, 只是准备要赶一批人出宫。 范贤摇着头往宫外走着,心想,今天太阳,莫非是从西边出来地? 陛下怎么忽然变成如此温柔的人物?忽然间他心头一动,联想昨夜皇帝的幽暗面容, 再联想陛下先前和自己的温柔对。 话,不由猜测,莫非这位受了大刺激后,终于想通了一些事情, 开始为自己和李嘉江山帝后代基伏。 事实其实与他的猜测相差。 不远,皇帝并非滥杀之人,更不是好杀之人,只是性情坚毅克力, 不计杀人罢了,像宫中那些下人,只是听从太后之令, 与谋反牵扯不深,而且皇帝又不在乎斩草要除根。 加之太子与二皇子用死亡做出帝抗争态度, 让皇帝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第二日范贤,便和林婉儿抱着那小丫头入了宫。 皇帝第一次在二人面前表现出一位长辈应有帝仁慈模样, 抱着那名女婴细细看了许久,心情极佳, 只是当皇帝用手指细细抚摸女婴眼。 没时,范贤真有些心惊胆战, 在韩光殿里,他可是知道皇帝老子的手指头厉害到了什么程度。 但皇帝似乎极喜欢这丫头,尤其喜欢这丫头的眉眼。 范贤看着这幕,心里直犯嘀咕, 猜测陛下莫不是又开始想起当年的某些痕迹了吧? 正想着,皇帝却让他抱着孩子去个宫里给那些娘娘们看看, 而把婉儿留了下来。 范贤微微一正,没有说什么,遵旨而去。 如今宫中没有个女主人, 打发孩子的赏赐自然一时说不出。 可所以然,便留到了日后处理。 只是宁财人抱孩子的时候, 说要宫中派嬷嬷和乳娘, 却被范贤坚决地拒绝, 倒让宁财人和一旁第一贵嫔有些纳闷。 这本是见喜事, 但宫中最近死人太多, 怎么也洗不起来。 宁财人在大声音的笑容, 都无法冲淡宫里的诡异味道。 宁贵平也只是温和地笑着, 倒是三皇子李承平身上伤还未好。 却强, 行正着要报, 还一口一个妹妹换着。 范贤唇角微翘, 心想这小子果然早熟得可怕, 只是这辈分似乎错得有些离谱, 不知怎地, 却想到了远在北齐的妹妹与司折。 大东山仪式牵涉三国, 苦河必然毕命, 也不知道他们二, 人在那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没有待多久, 范贤便抱着孩子退了出去, 进玉书房接了妻子, 向陛下告辞归家, 皇帝略意沉吟变允了, 又说自明帝事情缓缓再说, 范贤心知皇帝陛下 这几日忙于处理谋判后的朝政。 没有想到他竟还记得这些小事, 不免有些意外。 出宫之后, 范贤没有问婉儿陛下 究竟把他留下来说了些什么, 但看着妻子又红肿起来的双眼, 心里清楚, 这次舅舅与外甥女之间的谈话, 无疑与长公主 还有那两位弟死亡有关。 接下来的一个月礼, 在皇帝的强力收拢下, 朝廷六部三院三司见回正轨, 散于四野帝叛军残兵 也被尽数剿灭, 夜中领军凯旋而归, 整个局面已然安定了下来, 京都回到了平静之中。 这一场谋反帝气息, 终于渐渐地淡了。 而范贤却是一大早便辞了监国帝之私, 在御驾返京的当夜便归还了陛下帝行喜, 虽说辞不辞, 如今也没有人再把他当监国看, 但谁知道这些小地方犯的错, 将来会不会酿成大祸? 迟上一天, 便多一天的风险。 他仍旧坐回监察院帝提私, 内库帝转运时, 再也不用理会朝政中的问题。 朝政自有两位大学士领着一众文臣打理, 军方自有疏密院打理, 与他都扯不上什么关系。 如此一来, 除。 雷炎冰云偶尔上府来报一下差事, 将南苏文茂与夏七妃按时递来愿报, 便也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关心。 只是当中有些插曲, 比如小颜公子是如何活下来地, 范贤一个字都没问。 他如今连监察院都不大想去, 更不想问那些让人心烦的问题。 相反倒是夏七妃来信中说, 江南那位名老爷, 自在霍之掌公主室拜的消息后, 自已身亡, 很让范贤感慨了一番。 明清达终于死了, 想到当年在江南与这位老爷子缠斗许久, 没料到就这般死了, 范贤不禁有些枉然, 心想老爷子上吊的时候, 或许用地还真是那条自己送给他的那条白金。 或许是被京都里连串的事情累着了, 又或许是旧伤一直缠绵。 范贤实实在在病了一场, 病育之后便只是在家里抱孩子。 哄妻子, 孝顺老子, 躲进小楼城一桶, 哪管楼外东南西北。 风, 进享天伦, 好生快矣。 京都渐渐平静, 那些活下来的官员们, 在心思出定后, 又开始回复道往长地钻营岁月里。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个月中, 在平叛室中, 鞠躬至伪地小贩大人, 极少入宫, 只是在家抱孩子。 不免有些纳闷, 有些自作聪明之徒, 还以为陛下有了些 别的心思, 但后来宫中渐渐传来消息。 据说皇帝陛下 极喜爱小贩大人家的小丫头, 便是小贩大人敬仰一月, 也是陛下给地恩典。 于是所有人都知道 应该怎样做了。 太后心丧, 满经俱白, 一里停了一英娱乐消遣, 酒楼都要关上一个月, 饭府有喜, 自然也不能大做。 门口一个红灯笼都不敢挂, 怎么也看不出来喜气, 但是每天黄昏之时, 总有些, 官员们偷偷摸摸地 进入饭府, 留下礼物, 不吭一声便走。 凡是父子二人 闷声收礼, 但对于那些官员 所托之事, 根本懒得理会, 他们清楚, 为何在这等严肃紧张的时节, 那些官员还要冒险送礼走门路, 平叛之后, 往常跟着太子二皇子, 长公主地官员被拿下了一大批, 都关在监察院地大牢里, 而有些在京都市中立场不够坚定的官员, 也被皇帝一支笔便赶出了府衙, 整个六步, 加上东边地东山路江南路, 静一下空出, 了几百个位置来, 猫爱星, 狗爱使, 官员当然最爱官位, 这几百个位置熏红了他们闭眼, 哪里还顾忌得了太多, 宫里变动太大, 许多老年监地门路都断了, 大多数人与定州军方面又没有关系, 更没有人敢给冷脸大皇子送礼, 恰好小贩大人淡女给了他们大好的送礼机会, 自然不, 能错过, 一月之后, 京都终于大定, 关于各部, 寺, 院籍东南二路里空出来地位置, 门下中书省拟了个单子, 捡着当年春围礼地后部官员填了许多进去, 大部分还算是良善能干之徒, 那些, 被写了名字帝官员大喜过望, 以为是自己给范府送地理起了作用, 没有被选上帝, 则暗自恼怒, 家中备的银子太少, 小贩大人果然看不上, 便在那日, 范贤抱着孩子, 一面低头逗弄着小丫头地嫩红薄唇, 一面对父亲说道, 我可是一句话都没说地, 范尚书喝了口酸姜子, 微笑说道, 我马上便要辞官了, 谁耐烦进宫说去? 小花, 小花儿, 范贤对父亲笑了笑, 傅又低头去哄孩子, 这一月里天天抱着丫头, 真真是越来越爱了, 范尚书看了他一眼, 忽然开口说道, 陛下虽然有纸让你休养, 但你也养了一个月, 监察院地衙们竟是一天也没有去过, 你究竟在躲什么? 范贤心中一震, 生怕父亲看出自己的心思来, 笑着说道, 能躲的时候赶紧躲躲, 和婉儿成婚后, 除了玄空庙受伤那次, 还没有过过这等休闲日子, 提到玄空庙, 他地唇角微微颤了一下, 却没有让父亲注意到, 其实这一个月里他躲在府中, 不肯去监察院, 实在只为一个原因, 他很害怕碰到陈平平, 如果真帝碰见了陈平平, 他怕自己会忍不住要问对方一些东西, 证实某些东西, 虽然, 老婆子出于对自己的爱护, 依然会选择沉默和割裂, 可是老少二人真帝见面了, 究竟该如何相处呢? 有很多皇帝老子没有看明白事情, 范贤却是渐渐看清楚, 只是看得越清楚, 他地心, 里就越寒冷, 越担心, 就这般清闲地过了数日, 京都地秋意愈来愈浓, 天也愈来愈凉, 京都也愈来愈安稳, 宫里也愈来愈平静, 大部分地太监宫女都活了下来, 继续他们服侍人, 复职了地带公公偷偷, 传出话来, 说小范大人问的那些人有得活着, 有地死了, 还极为感动地说, 世上也只有小范大人才会对这些可怜人如此照应, 又想到当年的自己如何云云, 问了一些人名其实只是个幌子, 范贤只是要最终确认红竹的处置, 然而戴公公说的另一个消息, 却让他的表情凝结了起来, 明日宫里便要发明照, 明照说的什么内容, 范贤心知肚明, 陛下祭天地墓地就是废太子, 而这封明照终于发了下来, 只证明了一点, 东宫里帝那位已经, 或许那位已经走了很多天, 只是没有人知道, 范贤低着头, 饮着茶, 一言不发, 脸上没有什么悲哀神情, 平静地令人心悸, 林婉儿在一旁看着她的神情, 知道这次又在想什么问题, 小心问道, 怎么了? 明日我要入宫, 范贤对她轻声说道, 有些事情要禀报陛下, 林婉儿担忧地望着她, 范贤安慰道, 没什么大事, 只是答应了一个人某些事情, 与谋判有关地, 京都官员共计三百四十余人, 加上他们地下属亲信府上清卷, 此次陛下笼共抓了四千人, 监察院地大老早就关不下了, 刑部和大理寺也塞满了人, 最后甚至连太学弟, 西学堂也挪空了出来, 用来关押人犯, 依庆律, 谋逆者诸九族, 纵使有法外开恩利情况, 只怕也要掉两三千颗脑袋, 范贤苦笑着摇摇头, 心想如果是当年的自己, 或许这两三千颗脑袋掉变掉了, 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只是活到今日, 早已活明白了一些道理, 至少答应人地事情, 总得去做才是, 而且从这个月地情况看, 皇帝陛下地形势是越来越温和了, 范贤心里有几分把握, 至少那些妇孺儿童, 应该能多活几个, 不说鸡不鸡福, 便说太子投降, 至少让庆国帝军士们多活, 了几千人, 这份心思, 范贤一定要还, 第二日一大清早, 范贤便整理好官服, 脑中一动, 又回身捡了一块布放进了怀里, 这块布上是范小花满月里彩地, 红角压印, 当时和府上下, 都觉得范贤形势有些出奇, 却没有想, 到他只是怀念很多年前地习俗, 而今日拿这块布, 自然是准备工地兴趣也, 准备妥当, 上了马车, 不料却看到街对面那个熟悉地人郑寒笑望着自己, 范贤低头看着自己黑色的监察院官服, 再看着那人身上的纯白衣裳, 沉生说道, 说了不去便是不去, 你, 就算天天半白无常来拉我, 我还是不去, 颜冰云走了过来, 冷漠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说道, 这是院长的意思, 我这个坐下属地, 当然, 只好天天来, 烦你, 您这是要入宫, 既然都能入宫, 自然要回院里办理愿务, 总部, 至于要等着院长去宫里请旨, 范贤往地上催了一口, 忽然想到今天入宫地事情, 皱着眉头, 在颜冰云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颜冰云微义看着他, 心想叛贼仁仁德而诛之, 加之此事乃依庆律而行, 陛下并未大行诛, 连提斯大人为何要入宫敬见? 他像看着怪物一样, 看着范贤, 摇摇头说道, 院里没有乱抓人, 那些人绝没有冤屈, 属下不解, 大人帝心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温柔? 在这些亲信或友人的眼中, 范贤温柔地面容下, 一直隐藏着一颗尖利阴狠之心, 故而言冰云才大感不解, 皱眉相看, 范贤被他看地有些不自了, 微叹一声说道, 等你和沈家姑娘, 成亲后生了孩子, 大概就能明白, 儿子 巴掌 遗失 声嘩 。